当地时间26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彼氏凯克出席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 第22次会议 李强在讲话中表示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落实好上河组织峰会精神 回溯上河组织初心 我们之所以走到一起 就是要使地区事务 由地区国家自己做主 商量着办 不受域外国家干扰 在去年撒马尔罕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强调 要坚持政治互信 坚持互利合作 坚持平等相待 坚持开放包容 坚持公平正义 这是上河组织 发展壮大的成功之道 展望未来 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成功之道 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引领下 相向而行 相互成就 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李强就深化 上河组织合作 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共同助劳地区安全屏障 坚决抵制外来干涉 二是共同推动经济 加快复苏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平稳畅通 三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 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要进一步推动重要经济走廊建设 四是共同促进人民相知相亲 不断生化教育文旅体育等合作 哈萨克斯坦总理斯迈洛夫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京 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 印度巴基斯坦外长 以及观察员国代表与会 吉尔吉斯坦总理扎帕罗夫主持会议 李强同与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 并发表联合公报 批准上河组织经贸铁路 机制建设等多项合作文件和决议